在中国某互联网平台 来中国20余年的 泰国人阿清拍摄的泰国菜系列短视频 已获得近千万播放量 作为一名新近网红 他的粉丝数即将突破10万 近日 记者采访阿清 讲述他在中国的精彩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 阿清还创建了两个泰国菜餐厅品牌 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和电商公司 是多个泰国知名品牌 在中国的代理商 多年来 阿清见证了昆明的变化 路的还是那种有土的 有红土的 所以现在就是 感觉这边的还是 就是发展的特别快 然后就是高楼的特别多了 方便多了 以前就是可能只有在云房 东南亚商业城 如果说到昆明 现在就是线上都可以采购了 事实上 阿清也是推动泰国商品 走进中国的商人之一 他代理的多个泰国食品品牌 不仅成功走进各大商场超市 还进军电商渠道 线上的销售成绩让泰国供货商惊叹 认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前例的阿清 还开启自己的网红养成之路 如今 他们在网上保持越军发布三条视频 教大家做泰国菜 并穿插介绍泰国文化 吸引众多中泰粉丝 不久前 阿清还参与到春暖一江水 畅想采云南 蓝梅六国新春文化交流活动的拍摄中 代表在云南的泰国人 送出新春祝福 泰国比较友好的国家 然后呢 也对中国这边的 不管理由也好 包括我们的态度 都是对中国人都比较友好 其实上 线上是 现在都比较每个人都在去看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线上呢 也给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温暖嘛 在新晋发布的短视频中 阿清开始跟朋友们学云南方言 煮小锅米线 还带大家逛起昆明老街和菜市场 阿清表示 在让中国人更了解泰国的同时 自己也想让泰国人更了解中国